這些木煲胎看起來比布的煲胎 好像很重身 很多人都會認為它們會刺到自己 但又會覺得很重 這兩個都是錯的 湯圓自小已經很喜歡穿衣服 又覺得男士得好少的飾物配件 於是就開始想 不如自己下手下腳做些新的東西 木胎我拿的全部密度都低 可以很輕的 比膠更輕 硬件酒樸的紅酒箱用圓積棄 不過本身質地薄身又柔軟 而買的木款式少又不環保 就想到不如用廢木的紅酒箱 去做木煲胎 不過成立這個手作品牌 一點都不容易 它本身有室內設計的全職 放了工就與兼職田徑的訓練教班 教班之後再去酒吧區去執紅酒箱 每晚都只可以凌晨 在工作室內製作木煲胎 跟小朋友玩足以刃 真的在那個樹林仔裡玩 樹找到著巢 樹旁會有小動物 慢慢有這個意識 木也是有生命的 第一個它生產出來的價值 就沒有了 其實是否要去到田區 木紋不同顏色 不同圖片 襯上衣服會有不同的感覺 加上不可以控制廢木的尺寸 厚薄和顏色 比起買一塊實際的木板 限制得多 做木最難的地方 就是要拿捏每一下批下去批多少 就要每一下都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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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他還試過由深水埗走去旺角洗樓式逐家文人 只有小部分的肯給他 不過最令他心酸的是有客人看不起廢墓 就是為何他要花錢買一個舊的木 不買一個新的木 其實告訴大家 大家覺得垃圾的東西 擺出來可以做到那個級數 是比你們想像中高很多的 成立了一年 品牌終於佔上軌道 雖然身兼記憶很辛苦 不過他說是不少香港手作人的寫照 平時唯有靠品牌的名字去免勵自己 原名是Royal Wood Bowie 後面的訊息是說紅白藍 就跟我們香港人一樣 亡爛的 很矮的 即不是一個圖案 而是一個精神 個人的格言就是 犧牲享受 犧牲享受犧牲